接下來我們看一個日本的實驗影片 在做 谷歌定律 他就準備了 那個所謂的彈簧 還有法碼 還有後面有一個標尺 然後歸零 畫上去先歸零 這樣子歸零完之後 升到5公分 就知道升長量 直接量升長量 折り下げます バネスタンドのメモリから バネの伸びた長さを 折り下げます 10克重 然後20克 30克 40克 10gのお水を 一つずつ折り下げ バネの伸びた長さを 折り下げます 20克 10克 10克 18克 20克 20克 18克 80克 18克 然後就可以做圖 做圖 發現它會呈正比 這叫做形變跟外力呈正比 補課定律 它當我會再做一次 同樣的糖再做一次 變成20克、40克、60克 它的第一個20克的顯示的那個 身長是錯的 應該只有5.1左右 它寫了10點多 但是它為了跟等一下 另外一個B彈簧做對照 所以把剛才的實驗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這是錯的 應該只有5.1左右 5.1、5.2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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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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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